在這個學生會大樓我們發現了一個留守者 她是一個女性 現在我們是有理工大學的輔導員在跟她聊天 希望她不離開 在不同的樓層都出現了一個不同程度的破壞 也在樓梯轉角也發現了一些危險物品 化學品、氣氧蛋之類的東西 在這個地方的衛生情況很差 因為這麼多天遇到餐廳、餐室的地方之外 她的洗手間也沒有去打理 我們希望可以盡快修復校園 維持這個所謂正常的運作